這個零零得到恐慌症 然後雨柔也得恐慌症 其實我講過我自己得焦慮症 肅清有過脆弱的時候嗎 我相對是一個神經比較大條的人 所以算是 你以為雨柔就不大條嗎 對 他不大條 他其實是些 對 但是我覺得偶爾還是 我覺得剛剛他講到一件事 讓我深有所感 就是他上法庭那件事情 我覺得人有兩件事情 真的會讓你失去對人的信賴感覺 一個就是上法庭 因為像我們當記者 一定都是要被告過 然後我覺得因為 你寫一些報道 總共十條 對 你看你大條的 但是我都贏了 我都贏了 你大條嘛 不是大條 因為道理站在我們這邊 是 我總共只有一條 但我那時候我說的並不是被告這件事情 而是您剛才提到就是說 當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這相關的報導要出庭的時候 那我們也是覺得說 所有的這個證據什麼都很齊備 你的報導都有所依據 所以都覺得沒有問題 結果居然有一件事情讓我非常的意外 那反而是我的一個同事 那那個時候呢 我們其實如果被告一定說 我這個新聞有沒有平衡報導 除了寫你不好的 有沒有平衡報導 那就我而言 當然有平衡報導 因為我寫了這個新聞之後 我就會通報公司 公司請另外的路線 負責跑這個人的記者來平衡報導 對我而言 這是想當然而的事情 結果沒有想到在初期去的時候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他說沒有 你同事說 他沒有接到那個 他沒有 他沒有接到 那個不是他寫的 你懂嗎 就是你會發現說 居然是你最應該信賴的人 居然應該最不會那個人 居然做出了 你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被背叛的時候 然後二 上法院會讓人覺得 心很害怕 因為不論你再怎麼準備 我覺得那是第一次 再怎麼準備充分 到五十次 應該就還好 再怎麼準備充分 你都知道那種決定權在別人身上 這是一個很討論 決定權在別人身上 對我們這些人來講 他就是一個害怕的因子 以前還有一個法官就決定了 對 現在還有三個法官 還有什麼合議解決 所以你現在覺得還好 現在還有國民法官 是 是 是 那我覺得我這個人的個性 但是當這個事情的決定權 不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會覺得有點害怕 失去了控制權 國人你剛剛為什麼說 他宇柔不是神經大條 我剛剛聽到好多關鍵字 例如說他說 他自己有很多強迫的傾向 晚一定要怎麼洗 那個地板一定要怎麼掃 可是顯然你前夫就是 完全不一樣性格的人 所以這些關鍵字 都是他焦慮傾向非常的嚴重 而且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硬的人 他說他之前都不哭的 他是遇到這麼大 這麼嚴重的事情 他才在家裡報哭 而且顯然你也沒給你的前夫看到 所以他一直還覺得 你看起來好好的 你還是這麼漂亮 所以其實還蠻明顯的 前夫知道你整天在家哭嗎 他自己 不知道 他不在 他們沒有跟他說 而且他有說他並不 就要找他去買衛生紙 他並不是一個習慣 把自己不好的事情 呈現給別人的人 其實剛剛玲玲也有講到這一點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的性格 還有那個 你說哪一點 就是他們很不習慣 把自己不好的事情 呈現給別人看 也就是 我這樣講好不好 就是相當的好面子 好勝心很強 很好強 對 所以當他媽媽傳個訊息 給他的時候 他 他跟他媽媽表示了 他現在的脆弱 我是希望你以後不用 不用那麼的覺得自己做錯了 這一點 我覺得不用 因為其實聽起來 你媽媽就是一個堅強的人 他承受得住 而在那個你真的很想不開的過程中 你抒發出來了 這個時候你給了自己一個別人 可以救你的機會 所以以後不要那麼堅強了 我覺得人就是人 這是我活到現在六十二歲 就覺得人不是鋼鐵 是 當你展現你真實的自我 還有示弱的時候 會比較好過 你自己有脆弱過嗎 詹哥 我十幾年前 我感覺你是鋼鐵人 沒有 我就是十幾年前 上了新聞娃娃這個節目 然後我坦白地跟觀眾朋友 承認職場達人也會被FIRE 對 這個就是我後來 轉去念心理的源頭 因為那個時候網路上 有多少人在笑我 說什麼職場達人 都是騙人的 然後就是 我以前也會中感 對 當然啦 對啦 那種侮辱傷害一直來 對 就後來當然我覺得 那個對你有傷害 當然 我那時候也是 報售十幾斤 不過想想也不錯啦 你有沒有意外的時候 這也是我後來轉去念心理的源頭 真的 哇